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与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二次给你晚步 王德森 即是阿山山的老公 上任这个体育专员不够一年 一年左右 就用个人理由辞职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同意提早终止合约 将会在今个月的二十号 即下星期就会离职 他说服务香港体育界一段时间 希望我过往的经验可以帮到 未来在政府崗位的挑战 这个是上任的时候说的 合约期为期三年 去年八月上任 可以帮助到未来政府崗位的挑战 结果一年呢 那就不做了 首先我们想想 我不去推测了 很多东西看 我们想想 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是香港政府的豪爽 我想都不少钱的 为什么呢 他负责制定体育政策 落实体育普及化 精英化 城市化 推动产业专业化发展 其实某程度 他基本上是背起了 一个处或局长的职责 不过他就是under民康处 那些而已 但是其实他的职责是很繁荣的 有权 有钱 可以 那为什么会令他不做呢 一般来说 是几样的 无力感很大 无力感很大 无法进入这个体制里面 于是发觉 他可能又不是那些 哎呀 那是什么 有些人会这样的 他又不是 嗯 那我想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那根据一些分析就说 那 第一 这份工的工作性质呢 他说 他说 表面上 就好像是专员 那样 你很想大力 但是呢 实质是相关政策的推手 那推动政策 很狠 他说 那你只是放在写政策文件 开会的时间 可能更多 那 我又觉得这样 开会的时间可能会多 写政策 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写的 有个囊子给别人写就可以了 他说 王德森呢 虽然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但是作为官员 需要以政策宏观角度去看 问题写文件 觉得他较难适应 我感到难以发挥坐牆 这个是他们去锻炼的 我反而更加觉得呢 他有一个分析就是说 部分政府中人 对于 这个王德森呢 这样黄袍加身进来 对他有怀疑 怀疑什么 令他举报为奸 因为才没什么的 我又不是说他要 因为这些没有那么政治化的 你们知道是政府官员的 按部就办 跟随规矩 可能有时想到一件事 觉得这件事可行 就尝试去探索 不行的 我们要做什么什么研究 就是之类的 是的 他不是有心 他们是这样做事 他们是这样做事 于是就慢慢有磨擦 一旦有磨擦 就直接由开头无心 到后来 就是有心 按本子办事 你这样串 你伤人进来 那就是以兴延山的 那你说真的 她的夫妻又不会很缺钱 我相信 那我就没想到 你说对着你这些人 有些爱受你气 我在运动界有这种名气 是的 我一定搞这些 一定一个你受不了的 但是我 但是我 我已经拖了后腿 都把你拖了 不是啊 是伙计都拖了你后腿 他们去做一些 你做不到 是吗 喂 你用这里看 即是说 这个政府 是真的留不了人才 人才都说 最后才能做奴才 否则没有你 老实说 例如他 这样 我想做 咦 这样 我不辞职 因为有些人就跟我说 那些人才變奴才 那你就用一葉之秋 這個已經不是這樣 你問我來講 我相對地覺得不是這麼正式化 你說香港 就算你說體育那個餅 都已經是沒有 為我們為大祖國 不是這麼誇張的 都是這樣一年的 為什麼要受你的懲罰? 不是啦,沒說完啦 如果你說健康問題,我會一早說 不是啦 你說不是以慶蘭珊想不到 好了 這件事 白警涉嫌毆打無告露宿者 兩人脫罪 六人罪情 這兩個脫罪,你們看完文章 其實他們真的在執人贏 執人贏 恭喜你 我看完這篇文章 看完判詞 那個官呢 是對那兩個脫罪的人 解釋甚長 為什麼他們脫罪 好了 再看清楚 那六個罪情 其實最主要呢 都是成什麼罪呢 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等等 因為有些困證了 你沒得講了 但是 那些什麼 襲擊 毆打 破壞人家當 那些 就反而脫罪了 咦 兩個 沒有 走掉那兩個 就剛剛沒有做 那些什麼罪呢 扔毛巾上去 那些 那些妨礙司法公正那些 叫做執人贏 真是執人贏 說真的 真是執人贏 你們兩個真是還神 那 那 首先要這麼說 嗯 我們又不要每次站在警察的對面 在通州街下面那些呢 隱君子 那大家都知道 什麼環境 那隱君子 會藏毒的機會呢 那當然是 比日本人大 或者要吃東西的 甚至乎因此而 參加一些 非法的勾當 要賺錢 是吧 買白粉 偷人家的標 回來買 給我吃白粉 所以 警察呢 對這些犯罪溫藏 他多些去 去查問 各樣東西 我覺得真是 無可後悔 是吧 因為他說 大哥 雖然 隱君子後不代表黑社會 都不用這樣 但是 屌你兩味 屈咬人啊 涉嫌 這件事呢 我最不接受 他真是 你去查他 老實說 查得 身份證 對導遊 當然不會好生好生好生 先生 麻煩你 拿出身份證 看 你 你 一定不會好生好生 我明白 但是 屈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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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 是有做 有做 有時我們看的 訪問 都是 挖仔 殺人犯 我做賊的 你是警察 我去查 你抓我 天公地道 我摔在手上 走不掉 我不幸運 但是 你屈咬我 這件事 我肯定跟你計算 是不少 那些人坐牢出來 有時可以跟他 拘捕他當年 十五年前 拘捕他那個 阿sir 不要說做朋友 都有說好 大家位置不同 大家成熟 但原來不是 他拼了你生豬肉 這樣就不是了 出來就拘捕他 拘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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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 屈咬人 打拘捕人 拘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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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道友 就是打破他 拘捕他 拘捕他 那何必要這樣做到這些 然後 為何要操作鏡頭 你不就知道自己做壞事 就是了 你如果不是自己做壞事 你為什麼要照鏡頭呢 這樣就 喂 又跟他投錢 阿sir 定的又捐錢 這次是陸警 不是七警 陸警 乖 好了 八名警員被置在2020年 通修街露宿者聚集的地方 進行反毒品行動的時候 涉嫌勾打露宿者 打到肋骨骨折 又破壞家當 並且懷疑誣告露宿者藏毒 部份警員 在期間發現了閉路電視 於是乎 用不同的方式 包括嘗試 扔白色紙巾幾粒 不夠 你的紙巾 飄飄的 你真是瘋狂的 其實有辦法的 你的紙巾 塞了水 成一坨 扔下鏡頭 但是很準 很小 OK 接著我嘗試用紅色膠袋 遮住鏡頭 八警否認妨礙司法公證 亦都及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罪 那 這八個警員 就分別被控十項罪名 包括五項 妨礙司法公證 兩項公職人員失當 一項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兩項刑事毀壞罪 事件分別發生在2020年2月4日和4月24日 除了首兩名被告就是31歲的南警 郭展昇 和29歲的南警韓亭光脫罪之外 其他被告就部分聚成 當然不是全面聚成 部分可能這個中這條 這個中兩條 這個中這條 首次就中中中 好了 兩名聚成的警長 林華家 在保釋離開法庭的時候 對他家人朋友和公司同事 公司同事是警察 以及一直支持他 和幫助他們的人表示感謝 多謝你們和我路同行 還有感恩 所有被告都有參加過2月4日的行動 好了 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首先是第一日 2月4日 反毒品行動期間 其實那天 究竟這個行動是真的阿sir 叫他們去做 真的有這樣的行動還是怎樣呢 第一被告郭展昇 第三被告梁飛鵬 還有第八被告陳首葉三條友 被指對越南籍的露宿者阮民山 拳打卻的 第二被告韓亭光在場 但是沒有阻止 另外 另外 第五至第七名被告 就無憑另外一名 越南籍勒露宿者阿sir 阿sir 就離世了 藏躲 現場不老電視 拍到多名被告曾經望向鏡頭 第三被告梁飛鵬 曾經兩度試圖爬向鏡頭 大失敗 第四被告龐進斯 兩度張 他都醒目 張十字巾 拋向鏡頭 但是都不果 拋不中 最後 第八被告陳首葉 就用紅色膠袋 成功遮蓋鏡頭 大約四十分鐘 好了 警方同年2月24日 即是二十日後 再作另外一次反毒品行動 但是今次只有四名被告參加 即是頭四名被告 他們在公園 向阮民山調查期間 即是二十日後 二十日前調查完 二十日後調查 手臂的郭展昇就被指 在梁廷用棍 凸爛那些物品 大約兩分鐘 接著郭人就走到湖邊 郭展昇就再用哥爾夫球棍 勾打在現場 搜出一把米 還有多罐頭 人家找到包米 阿Sir 還有包米和罐 他在那裡 第二被告 杭亭光 又是木土事件 沒有阻止 好了 八名被告都沒有出庭字片 但是庭上播出多名被告的錄影會面片段 唐俊斯解釋就說 他看到鏡頭上面有黑色東西 所以向鏡頭拋輯紙巾 法官當然不相信 因為如果鏡頭有黑色東西 那個鏡頭也會有一點 即是當是三個小孩 梁飛鵬就說 懷疑梁廷橫梁有違法物品 才會試圖爬上橫梁震鏡頭的位置 這樣為什麼要把紅色包袋放進去呢 好了 辯方律師又說 阮民山過去有多項暴力和不誠實的案底 質疑他為了開決罪名 就虛構被警員毆打 阮民山否認 他說 他都不知道通州街公園 是辯方所說的毒品分銷中心 他也拒絕回答 他是不是在公園管理毒品 但這些就不關這件事 法官裁決 他說阮民山賣2月4日 被警員襲擊 搞到辣骨骨折 他說 阮雖然是的而取確有骨折 但醫生的證供沒有確認 那個骨折是不是身近的傷勢 而且 他身體的表面 近骨折的地方沒有紅和腫 骨折不一定有紅腫 不吻合身近骨折會出現的表面傷勢 法官認為 院的證供不可信 因為未能夠肯定 他在案發時候 有沒有被襲擊 我們先撥開我們的偏見 那如果真的 因為沒有紅腫 而醫生還未確認到他 這個傷勢 是不是身近的傷勢呢 法官呢 當然可以 因為刑事定罪 他真的要去到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 也不用問 你沒想到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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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七年 然後告訴你 有骨折 當然不會 所以 因為 因為 因為他不肯定 在案發的時候 有沒有被襲擊 不肯定在案發的時候 有沒有被襲擊 即是說 可能是可能不是 那沒有辦法了 自此 就裁定被告 這個 第一被告 郭展昇 梁飛鵬 陳首越 對他人身體 加以嚴重傷害脫罪 第一被告 這條 加害親體脫罪 第二被告 剛才留意 韓亭光 很困難 在這個 4號和24號 他都是看著 那些老同 那些同事 在那裡 打人 屈人 他在那裡 並未可指 所以在這裏 罪脫了 法官就說 即使法庭接納 阮文山的確 曾經遇襲 但是阮文山都不知道 哪一個 或者是多少人打他 案中的其他證據 也都證明不到 哪一個打他 錄影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OK 他說 所以 即使是 這一個 法庭是接納了 李阮文山的確 在當時遇襲也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法庭仍然會裁定 三名被告罪名 不成立的 這就是經常說那個 密室吉死人的案例一樣 那裏面有三個人 黑媽媽 那裏面有三個人 那裏面有三個人被人刺死了 是那三個人 密室來的 但是三個都不說的話 那你都不能證明到 唯有都是放人的 那這個道理 是判決的道理 好了 他說基於法庭 不肯定 阮文山 是不是真的有被人打 所以 唯有裁定他們 罪名 不成立 至於 杭亭光 被指在上述襲擊的時候 袖手旁觀 被控公職 罪行不當 他沒有被人襲擊的 公職行為不當 但是由於 剛才我講了 他們 連 誰有沒有被人打 都不知道的話 那怎麼能夠說 他這個 這個 罪名成立 在這個 公職行為人員室當下 就是袖手旁觀 其實這個就真的是 好像很有邏輯 但是似乎 鏡頭是拍到 有人打 但是不知是拍到是誰打 阮文山也不能確定是誰打 的機會是否這樣 還是根本拍不到 鏡頭拍不到他們打 純粹是袁文山 去提出 如果純粹是袁文山提出 說曾經被人打 我也傷痕了 而鏡頭拍不到 這個判決 我覺得就很合理 但是 我覺得鏡頭是拍到的 是拍到有警察打 但是拍不到是誰打 有時候晚上 他的機會就更加大 好了 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最後 最後是因為你們 找東西去遮鏡頭 那個動作 反而是 合理化 你們有打人 屈人 要不然你為什麼遮鏡頭 如果你這樣鬥去的 你不用遮鏡頭 他曾經在木艇 用哥爾夫球棍毀壞 屬於袁文山的膠箱 和屬於過了身的十幾些物品 但是 袁文山作供的時候 都確認 未親眼目睹 那個黑色膠箱破壞的情況 而那裡也有其他露宿者擺放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是不是已經被棄置 也都不知道 所以 即使 這個擱展星 曾經損壞過一件黑色物件 但是因為 未能夠肯定 那件是否被丟的垃圾 所以 他當然 都沒有罪 又關於已經微細的 厄拾所屬的物件 法官 阮文山同意 他也是因為厄拾曾經在那裡出現過 所以認為那些物件應該是厄拾的 自己同意物品 這些肯定是 是辯方律師引導他 自己同意物品 有機會是屬於其他人的 所以 既然是這樣 喂 有機會是屬於其他人的 有機會可以屬於一個被棄置物品 那你擱展星 喂 用一些 高爾夫球軍 去擱那些物品 又沒有物主的垃圾 擱垃圾 沒有在 喂 好了 那麼 對於 航廷江被指目擊 又是那樣東西 啊 擱展星去擱爛人家的東西 又走錯旁觀 那就跟道理一樣 既然那些東西都找不到物主 那條罪都誤成 那麼 那麼 這個韓展光 又何來會有 就是這個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呢 所以呢 他解釋這麼多呢 就是解釋這兩個 脫罪被告 嗯 但是你在這個解釋裡面 你就知道了 有人 有些人 打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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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掩著 那些鏡頭 嗯 那些遮掩著鏡頭 那些遮掩著鏡頭 那些全部都中殺了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這兩個 這兩個 不是這兩個 是第二被告 是現場的 第二被告是撿得到極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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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那些 現在是說那些 現在是說那些 他還不知覺得自己幾個 幾個 即是公義幾個 分析案情啊 我跟你說 你不要說 你不要 你不要 將那些狗不搭 拿出來 新時代 新香港 老實說 如果用 什麼案子 都用回這些邏輯 我又覺得 這件事很合理 如果大家 那把尺 就是這樣 好了 另外 四個講大聲 那些人 悼念 即是2021年 梁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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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銅鑊灣 然後 自己搞定那個 悼念梁建輝 阿輝哥 就被判 二十四個月 不復刑期上訴 上訴得值 最後 將四人的刑期 下調到十五個元 那我想他們 是否在那時候 即使 應該是受完 只不過要上訴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說 你問我 喂 你搞到要用 國安法下的 宣揚恐怖主義 罪 去告他們 那我就真的 沒什麼 首先 一個人死了 我悼念他 為什麼不想 甚至 那些死的人 其後 就將他們的悼念 撤回了 因為那些 左媒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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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去了 那些事 那些事 要告 那些悼念 例如你八三日 在街上 我想 明年 我拿著 一批紅玫瑰 我也不要說那些 什麼菊花 我想都不肯得 走過太子站 肯定 喂 喂 蘇先生 找什麼 找女兒 找什麼 紅玫瑰 那些事 那些事 有一個在地面站 送花 是嗎 一大集花 那你就知道 那是一條花去 站在地面等 結果就被查 他不是查 不是 那些什麼花來 一大集 放明你送女朋友的花去 所以不是那些菊花 不是那些 不是穿黑衣服 黑褲 普通衣 就被查 查而已 那有沒有收到花 沒有 那最後一尺完 都沒有被打理 你先看那些 你也知道 不會是嗎 休息休息